因為我昨天看到一篇這個你的你的這個說法 其實你反倒難得贊同一次侯友宜喔 我昨天講什麼 來來來 侯友宜在昨天 因為說這兩天他在議會一直被問兩岸的問題 然後他就喊出了反台獨跟反一國兩制 這個這個對對對我講了 他說最不能接受的是用意識形態來分裂國家團結的人 亮哥你這次倒是給他一個大拇指啊 沒有我我我三不五時都會稱讚一下侯友宜啊 那個他的親和力啊還有他的基層的人脈啊 這個我也稱讚過他 是這樣啦 因為他反台獨就是在區別國民黨跟民進黨 是 反一國兩制就是在區別台灣跟大陸 其實兩個這樣一喊出來很直接啦 事實上他的路線大概就清楚了 就是說我是我是我是中華民國派 我反對台獨 可是我也不接受一國兩制 就是這樣嘛 因為你要去講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的內涵 那很複雜啊 那個侯友宜也不一定講得清楚啦 你知道吧 那先把你的對立面講出來 我就是反台獨 所以我不是民進黨 對 那我是中華民國派 所以我不接受一國兩制 這很清楚啊 因為這個對照到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最近啊 也從美國那邊有一些朋友在告訴我 他說美國希望的2024的台灣的領導人 事實上是 就是你不要去搞兩岸統一啦 那可是你也不要給我製造 你也不要給我製造兩岸的變數啦 是這種立場 那就是維持現狀啊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 美國很放心嘛 對 那可是賴清德跟侯友宜 你認為哪一個比較 能夠讓人家放心 沒錯 變成這樣的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昨天這樣打出來 我覺得就剛好 剛好打中了美國要的特質啦 喔 我反台獨嘛 所以我不會成為兩岸的變數嘛 我反一國兩制嘛 所以我不會急著跟他統一嘛 就這樣啊 那這個不就是美國要的嗎 同時他也已經設立他接下來的 那就是中華民國派 兩岸的論述了 就是中華民國派嘛 他在這個框架上來選舉 我認為可以抓到台灣的最大多數 喔 就是中華民國派 然後我反台獨 我也反一國兩制 而且就不會再一直被民進黨在那邊 繞九二共識這件事打轉了 對 就不用再陷入那個苛舊面 不要去回答九二共識 我相信他回答一定失分 他絕對講不清楚 而且去扯什麼 我們後面有一堆學生在參觀耶 你去扯什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有什麼差別啊 還有憲法的內涵啊 他也不在行啊 對啦 對不對他不用去講這個 他只要講 你說你是不是九二共識啊 他不用這樣回答 他只要說 只要有利於兩岸 那個 那個和平正常往來的我都支持 那我反對台獨 那我也不能接受一國兩制 這樣就可以了 但這個是本來國民黨就已經想好的策略 跟大陸走得很近的各種力量都有嘛 那你如果跟大陸走得太近 比如說急著 跟大陸去做政治談判 這個恐怕也很難成為台灣多數啊 這是2024的現實嘛 因為你的名義現在大體就是如此 第一個就是大家 要避戰 那反態度就可以避戰嘛 對不對 那可是我也沒有要搞統一啊 那我還是希望用中華民國派這個角度來 來營造台灣的更大的能量 就這樣啊 所以我就覺得他這個立場如果能夠 始終堅持住啊 那他就有機會爭取到最大多數 所以這算是一個蠻聰明的打法 對 而且賴金正跟不上 那我問你要亮哥 你會認為說如果今天何友宜他要擺脫九二共識 會引發深藍或是藍營裡面黨內的大牢不滿嗎 我不認為這個選舉過程九二共識 對他有加分啊 甚至會引起很多爭議啦 因為民進黨一定一路壓線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啊 然後你還說你反一國兩制 那你就要扯半天啊 那對於兩岸論述的這種表達絕對不是他的專長 絕對不是 你絕對沒有那種馬英九那種能力可以把他講清楚 我不認為他有這個能力啦 所以我 我反而會認為他應該反著做 就我反對什麼 然後來證明自己 只要是這兩個之外的東西 我都接納 那反而有容乃大 對不對 你講九二共識連民眾黨都不一定支持啊 對沒錯 對不對那你去講九二共識有什麼用 因為你知道到最後一定要藍白河流啊 那 反台獨跟反一國兩制這個是 民眾黨可以接受的啊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這樣定位是對的啦 他一定要弄一個能夠包容更大的多數啊 而不是陷入國民黨那個講也講不清楚 然後也不可能拿到百分之五十的得票 那這樣完全他的策略就跟那個賴清德相反嘛 賴清德就他現在很尷尬他又想要站在聲率 可他也知道現在的整個情勢對於他如果要繼續守在台獨那塊很不利 他又想抓點中間選民就搞自己最後似不像兩邊都拿不到 因為台獨是你的歷史 對 我跟你講啦 可是現在氛圍又不適合 我跟你講喔那個候選人最重要讓人家要讓人家覺得你 你是講真話的人啊 所以你不是個偽君子啊 不是為了選舉在那邊裝啊 你知道吧 到最後選民都看得到這個的啦 你知道吧 比如說阿扁 阿扁在2000年第一次大選呢 他是撒卡路才贏的耶 你不要搞錯啦 而且那次他的得票率是39.2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是在那種臭巧的機緣下讓他當選 對 然後接下來因為用政權來選嘛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選法嘛 所以李賴清德你不面對你的歷史那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人就是這樣走過來有什麼不對呢 比如說你確實就是主張台獨嘛 你說你是台獨工作者嘛 他如果真的願意出來講說 我認為我以前做的台獨工作現在都已經結束了 我正想問這個 你懂我的意思 他如果敢這樣 他如果敢這樣 人家反而認為你比較真 那你如果不要 那反而在那邊隱藏啊 然後不面對 然後不面對 繞來繞去啊 人家就會覺得你現在這些都是要騙我們的 那等你一當選你又回去了 你懂我的意思 他就是不願意切割 把他講那個東西做一個 了結 了結啦 對沒有錯 他不願意做個了結嘛 你如果出來講說台獨 我們認為我們那個歷史階段 現在都已經結束了 可是這很他啊 他就是這樣的人啊 很怎樣 就這種優柔寡斷啊 然後 世事而非啊 如果你這樣民調就衝不起來嘛 好那亮哥我問你一個很危險的一起 雖然我相信他可能不會這樣走 即便現在世界氛圍是這樣 他如果 決定啊算了我回去面對我自己 他乾脆直接就台獨到底 請問他的民調會多低 你覺得 我我認為 如果是總統大選這個局啦 大概就是35左右 這已經是低點了 可是他現在也差不多就這樣子啊 是啊 沒有錯啊 藍營還沒決定誰耶 其實重點不是藍營啊 重點是 對於非綠的這一塊的選民 你要用什麼主題 把大家拉在一起 所以我才說 侯友宜那個定位是對的嘛 因為他反台獨反一國兩制 可以把這 60%的人聚在一起嘛 不會有爭議嘛 你提九二共識就是民眾黨就跟你那邊揮嘛 民眾黨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啦 不可能啊 我對民眾黨是相當了解的 因為 去年選舉的時候我 我一個禮拜每天每個禮拜都去上他們的電視 那個民眾之聲啦 所以我對 他的成員 因為每一集我們都是跟兩個議員在一起 對對 我非常了解他們 他們對九二共識是 不能接受的 沒錯 你知道吧 所以可是你要民眾 國民黨你現在要了解你的狀況 你的狀況就是你需要民眾黨的票嘛 不然你要當選是有難度的啦 所以你一定要先咬死嘛 就是說 我就是反台獨 民眾黨覺得這個我可以跟 然後站在這個 民眾黨要跟的就是中華民國主權嘛 這個idea嘛 這個idea 國民黨當然是可以啊 選舉 絕對沒有那個說 你要站在一種立場 然後那個立場 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然後你要硬撐到底啦 這個沒有這種邏輯啦 最簡單的路就是跟自己過去做個了結啦 你講的是賴清德啊 國民黨倒是沒有這個問題 我講的是賴清德 是賴清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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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